Hi 大家好 我是大兄 今天我们来聊佛祖释迦牟尼的故事 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佛陀的故事 肯定是多多少少知道那么一点的 但是很多人应该都还不知道 为什么偏偏就是释迦牟尼 他就成为了佛祖了呢 在释迦牟尼出现以前 古印度教早已经延续了上千年了 到底释迦牟尼是比别人多悟出了一些什么道理 才让他成为了佛陀呢 相信今天这个视频看到最后 肯定会颠覆很多人对佛祖固有的态度 释迦牟尼出生在大约2500年前 他出生的这个时代就非常有意思 同时期的西方出现了像苏格拉底、伯拉图、亚里士多德 这样的希腊三贤 而我们中国同样也是在这个时期 出现了老子、孔子这样的圣人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神奇的时期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么多 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伟人 难道真的是远古外星人 在背后悄悄的推了人类一把吗 很多人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可是很遗憾 目前这个问题一直是未解之谜 值得大家深思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释迦牟尼出生高贵 他是当时印度一个小国国王 晋范王的儿子 那时候的古印度 诸国伶俐 他们互相征战 类似我国的春秋战国时代 其实他的这个背景和身份 对于释迦牟尼 成佛 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说他没有这样一个背景和身份 后来根本就不可能有佛祖的出现 那这个一会儿我们再说 关于释迦牟尼的出生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的是 还有这么一个非常神奇的传说 这张是释迦牟尼佛的 幼年的佛像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呢 那是因为 据说他刚出生落地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站立行走 而且还朝着东南西北 四个方向 各走了七步 每走一步 脚下都会盛开出一朵美丽的莲花 最后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这个婴儿 居然还一手指着天 一手指着地 说了一句霸气自己的话 那就是 天上地下 唯我独尊 那很多人都说 即使你是江南的佛祖 也没必要这么嚣张吧 其实佛家说 佛祖说这句话 不是说给自己听的 而是要把这句话 说给所有人听 就像是道家说 我命由我不由天一样 佛家也说 天上地下 一切都是你自己说了算 那么关于这一点 一会儿我们在后面 再详细解释 而且最离奇的是 他说完这句话以后 就立刻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婴儿了 就像是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这个传说 到底是不是真的 每个人对这个 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其实对这个问题 并不是很在意 因为我最开始看到这个传说的时候 最感兴趣的就是 为什么佛祖要走 七步来 为什么不是走八步 或者九步来 其实七这个数字 确实在佛家很多地方 都有神奇的代表 特别是在有关生死的方面 比如说佛经上说 我们人类生命的来源 就和七非常的紧密 佛就说 从婴儿第一天入胎起 婴儿在母亲的肚子里头 每七天都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每七天都有一种无形的能量 在梁胎里面转动 那这种能量 我们中国的道家叫做气 但是在佛家叫做风 那这样一来 婴儿在梁胎里头 一般要经过 38个七天 也就是差不多9个月 这股无形的能量 就聚集成功了 一个生命 才算是真正的产生了 最后婴儿的身体 就会倒转过来 头朝下出身 这就是佛家 生命和数字七的说法 而死亡也和七密切相关 佛家说 人死的那一刹那 并不是什么都结束了 你的灵魂是还存在的 你还是要进入下一世的轮回的 但是 并不是人死之后 马上就进入下一个轮回 直接来到下一世了 而是在人死之后 立刻会变成中阴生 也就是一个人的神识 会渐渐的与自己的躯体分离 灵魂会往上漂浮 神识是可以清清楚楚的 看到自己的身体 看到伤心的亲人 这样的场景 你是不是很熟悉呢 现在很多电视电影里面 受到冰石体验的时候 都会有这样的画面 但是 佛经早在2000多年前 早就已经提到 人死亡的时候 就是这样的情况了 而且佛经上 说的更加详细 死亡本来应该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吧 但是事实上 这个时候的中阴生 会感觉到 极度的快乐 你想想 灵魂终于摆脱了肉体的束缚 那当然就很快乐了 而且这个时候的中阴生 还能够获得神通 他能够看懂所有人的内心的想法 而且移动速度极快 你想去哪来 瞬间就能到达 但是 这个快乐的状态 非常的短暂 马上中阴生 就要进入一个 极度死寂的境界 也就是 像昏迷了一样 而昏迷过去之后 也不是马上就轮回转世了 佛家说这样的中阴生 每7天 就会经历一次 生死的昏迷 而经过7、7、49天之后 中阴生才能够转生 进入到下一世 这就是佛家对死亡 和数字七的一个说法 当然佛法 浩瀚如烟海 佛家当中关于数字七 现在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神奇的一个描述 这里我们就不再继续深入了 还是回到 教主 释迦牟尼的故事当中 释迦牟尼出生之后 一个印度教的高僧 阿斯陀 就来为释迦牟尼 占相 据说这个僧人 也非常有修为 他早就已经修到了五神通 而且通过禅地 他能够 轻松的进入到天界 跟天人们学习交流 然后 他就开启了自己的天眼通 来预测未来 起初 原来他在预测的时候 是面带微笑 甚至是非常的欣喜的 但是紧接着 他面色一转 露出了十分悲伤的表情 这就让 靖范王 还有他的夫人 很是不了解 难道自己的儿子 将来会有什么大的坎坷吗 十分的担心 于是就向前去询问 这个时候 阿斯陀才慢慢的说 你的儿子 将来如果说他是出家了 一定能够成为 最妙法轮 成就 无上大道 这虽然让阿斯陀感到十分的欣喜 但同时 他也觉得很 极憾 因为他刚才用天眼瞳看到 他自己 将在不久之后 就要去世了 那下一次 就要去往 吴舍借天 那这样的话 他自己就不能轻声听到 释迦摩尼 高僧的佛法了 不过这下 靖范王就很惆怅了 释迦摩尼可是他唯一的儿子 他是多希望自己的儿子 能够 代替自己 统一印度 成为皇帝 要是 他出家了 那不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吗 所以说 靖范王 是想尽办法 不让太子出宫 也不让他和新人接触 当然了 释迦摩尼从小就过着超级豪华的生活 据说他 这个宫殿 就有春夏秋冬四处宫殿 用来不同的时间 居住在不同的宫殿 美酒美食 更是不用说了 而且靖范王 为了不让他出家 还特别为他娶了三个绝世美女 婚后没多久 第一夫人还为释迦摩尼 生下了一个儿子 释迦摩尼就这样 在 既舒适又豪华的环境中 生活了29年 虽然身边有娇妻美切的陪伴 有花衣美食的供养 但是他始终觉得 自己内心有一种不快乐的感觉 因为他自己非常喜欢思考 特别是他一直都在思考 我为什么是人呢 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将来我死后又会怎么样呢 这样的一些问题 一直在困扰他 所以说即使是有好的物质生活 但是他总觉得不够究竟 不是真的很自在 特别是当他29岁 驾马车出城 刚来到京城的东门 就看见一个 胡须 头发全白 弯腰驼背 行走 十分艰难 还不断呻吟的 一个老人 他看到这个情景 就感叹说 摔倒是人人都逃脱不了的命运 接着他又来到南门 又见到一个满身 身疮流血的一个病人 他又感叹道说 疾病也是每个人都不能够避免的 接着他又来到西门 看见两个人抬着一个死人迎面走来 随行的亲属悲痛的 好哭着 他又感叹道说 死亡也是每个人不能够避免的呀 于是 虽然释迦牟尼秋悟道说 任何一个生命 都要经历生老病死 这是永远解决不了的问题 而且他领悟到 不仅人会生老病死 所有的事物都将面对生老病死 比如说王朝的更替 他知道自己将来 明显是可以当国王的 但是他自己也清楚的看到 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 即使做到统一天下 最多也就是 二三十年的一个太平 太平之后 又会出乱子 乱了之后又闹 闹了之后再来求太平 无止无休 甚至我们的地球 我们的太阳系 也存在着 类似这样的 生老病死 所以他想 即使我自己统一了印度 去做皇帝 二三十年级后来 社会还是会变乱 还是不能够太平 这还是不够究竟 到时候 我还是有烦恼 就像我们现在 有人觉得 如果说我能够还清贷款 我就变得快乐了 有人觉得 如果说我结婚了以后 我就变得快乐了 也有人觉得 我变得有钱了 我就肯定会快乐了 但是事实上来 将来 也还会有更多的欲望 也还会有更多新的烦恼 那究竟什么时候是个头呢 难道这辈子就永远 这样不能够究竟了吗 释连加木律说 不 哪怕希望渺茫 我就是要找到解决生脑病死 解决所有痛苦 然后变得永恒快乐 永恒自在的一个方法 于是他就在夜里面骑马逃跑了 变成了一个出家人 因为古印度人的祖先 一直都有冥想的习惯 他们认为 冥想的时候 能和神 还有他们的祖先沟通 所以说那时候的印度 到处都流行禅定 而且还有着各种各样的修行的方法 他们认为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神和祖先 会传给他们智慧 所以说释迦牟尼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找到自己的答案 那这个就是佛祖去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 那现在很多人 都说 现在社会竞争大 反正不管怎么努力 都不一定能够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反正不管怎么努力 都要经历生脑病死 干脆就什么都不做了 就躺平了 很多人说 这种躺平就是佛系青年 其实 这真的是对佛系最大的误解 佛可不是说他与世无争 躺平等死的概念 恰恰相反 佛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追求 最极致的快乐 释迦牟尼佛放弃了王子的生活 不是为了躺平 而是放弃普通的快乐 去追求 最美好 最完美的快乐 追求永恒的安宁和自在 所以说以后千万不要误解 佛系这个词 佛不是与世无争躺平 而是追求最完美的安宁和自在 那释迦牟尼是怎么去追求 这最完美的自在的呢 其实这也不是一番丰盛的 最后释迦牟尼佛跑到了 尼佛尼佛的喜马拉雅山三角下 因为那里有一片苦行林 很多苦行生就在那里打坐苦行 有的人就把头发给吊起来 有人就一直举着胳膊 有人把自己扮着身子埋在土里面 他们认为 让自己不痛苦的方法 只有一种 那就是以毒攻毒 用苦行 让自己不痛苦 于是世下某年来 也就这样跟着去苦行 每天就在那里打坐 而且每天只吃一餐 每餐只吃一麻一脉 就这样苦行 整整修行了六年 虚化不解 骨瘦如柴 他才刚刚过三十岁 看起来就是 已经像是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了 可是结果是什么呢 没有任何的涨金 佛的这段经历代表什么呢 你看现在世界上不管是印度中国很多人为了追求生命的究竟而去修道 或者是吃素 或者是修行 或者是练气功 不吃饭 花样多得很 其实这些佛祖都玩过了 但是他用六年的经验得出一个结论就是 苦行非道 只是虐待自己的身体 心性没有成长 也没有生出新的智慧 这是不可能大彻大悟的 于是释迦牟尼佛便离开了雪山 此时他人就很衰老 在路上跌跌撞撞的走着 碰巧遇到了一位新善的农场的一个小姐 他看到这个老头子怎么这么可怜 于是就拿牛奶和乳辣供养他 由于农场小姐的供养来 他的身体就恢复了 然后历史记载他就向南走 到了恒河边上 在一个树下面铺上草 就在那里打坐了 那这种草来叫做吉祥草 就是香茅草 就说可以屈蚊必从 然后释迦牟尼 就在树下面发誓说 不证菩提 不起此作 什么叫菩提呢 这里是梵文的音译 就叫觉悟 大彻大悟的意思 但是很多人可能还不明白 那佛说的大彻大悟 到底是要悟出什么东西呢 其实就是要找到宇宙最初的来源 以及个人生命的来源 最后当然是要找到 如何消除一切痛苦的方法 这个叫做 证得菩提大彻大悟 所以说 这一棵树来 后来就叫做菩提树 那这一次释迦牟尼 是下定的狠心了 他就说 这一次我坐在这个位置上 如果说不能够大车大悟 不能够得道成佛 我就死在这里 他就是以这样的决心 去打坐 那么历史上记载 他在这里坐了七天 没有想到 终于 就大车大悟了 没有错 这里呢 又是神奇的数字 七 又是坐了七天 那么在这个七天当中 佛就经历了很多境界的变化 首先他就证得了各种的神通 比如说天眼通 能够看清楚 看到宇宙的一切 天耳通 一切宇宙 大小的声音 他都能够听得清楚 他心通 所有的思想 情绪 感觉 全部都知道 宿命通 他知道自己生命过去 现在 未来三世 所有的姻缘 自己已经做过了几次人了 做过什么事情了 直到现在 为什么变成释迦牟尼 他全都知道 在那个时候的印度 很多生人 证悟神通之后 就觉得自己 已经修炼到了顶点了 但是释迦牟尼 就不一样 他并不满足于此 因为他的目的 是要找到宇宙的一切答案 找到永恒不灭 彻底消灭痛苦的方法 那么这些神通 又解决不了他的问题 于是他就继续修行 然后到了第七天 天快亮的时候 佛主就很疲惫了 他一放松 突然抬头一看 就看到了成心 突然他就悟到了 所以说佛经上说 赌民心 而悟到 证得菩提 那么这里的关键就来了 我之前看过很多人讲佛主的故事 讲到这里就完了 最关键的他们就不说了 那就是 佛主到底悟到了什么 他到底 领悟到什么是宇宙一切的答案了 到底该如何 永恒不灭 消除一切痛苦 其实佛主证悟的 就是一点 佛头说 缘起 信空 无主宰 非自然 我们先说这个 无主宰非自然 无主宰 就是佛主说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主宰一切的神 上帝 阎王都不存在 我们人也不是神创造的 你们拜菩萨 求佛 都没用的 他们都不能够给你解脱 是不是 根本和我们平时了解到佛家不一样吧 很多人以为佛家是要让你去信神的 但是事实上 佛主在那个年代 其他所有的外道都说 我们要去信神 这个世界上 是由神来主宰的 反而是佛陀 第一个站出来说 他要反对主宰神 那么问题就来了 如果说没有主宰一切的神 那我们这个世界是怎么来的呢 于是佛就回答说 缘起信空 什么是缘起呢 比如说一个人 为什么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 因为 他的父母在各种因缘巧合之下 结合了 然后有了一个人 就比如说有一棵树 这个树也不是 一下子就来的 它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因缘 有土 有水 有空气 有大地 各种因素 各种因缘 才有了一棵树 那这个就是缘起 世间上一切人 是都是因为 因缘俱善而来 但是人也会因为各种因缘巧合 而死去 死了以后人就没有了吗 不是 我们死后身体会变成泥土 泥土又能够滋养花木 组成我们身体的这些物质 不会消失的 但是会永远 变化无常 这就是缘起 所有的事物都是因缘起 因缘善 永远变化无常 这就是缘起 那什么是信空呢 信就是性质 比如说一根树木 树木有树木的性质 虽然你现在看它是一棵树 但是在几百年前 它根本就不存在 那时候它的种子都还没有来 那几百年后 它根本也不存在了 因为它作为 树木的这种性质 它是不会永恒的 而是永远变化的 这就是信空 再比如说我这个人 我一百年前有我这个人存在吗 不存在 一百年以后 我这个身体还存在吗 基本上也不存在了 那么我这个身体呢 它就是信空 如梦幻泡影 转瞬即逝 其实信空代表的是 我们不能够主宰我们的生命 我们不能够主宰生老病死 所以说我们一直都有苦 那么问题的关键就是 我们是想保持永恒 我们就是想没有苦啊 那么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办法呢 然后佛祖就说 还真的有 佛说 有信空就有自信 什么是自信呢 这个自信非常关键啊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信 这个自信呢 就好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自我 这个自我啊 永恒存在 它是没有苦 它永恒安宁自在 而这个自信呢 其实就是佛性 所以佛家说啊 我们每个人都是佛 但是呢 因为烦恼无名覆盖了我们的自信 因此我们不能够去正德 只要是能够断除掉 无名 辅去尘埃 开发佛性 自然就能够正悟成佛 那么具体是怎么去 断除无名 正悟成佛呢 于是佛祖呢 又说了 世圣地 地呢 就是真理的意思 世圣地呢 就是佛祖告诉大家 如何涅槃修炼成佛的 是个真理 但是佛法啊 如浩瀚烟海 关于这个世圣地呢 今天我们时间不够啊 以后有机会 再跟大家聊一聊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再见